规划球员就像是国足手中的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能够给我们带来帮助 用不好恐怕就是一件劳民伤财费力不讨好的麻烦事 从现在国足的情况来看更像是后者 无论是有血缘规划还是无血缘的 虽然表面上增强了国足的直面实力 但是在世玉赛上接连输给日本和越南后 国足从世界杯预选赛中彻底出局 规划球员没能给国足冲击世界杯带来什么帮助 在世界体育的范围内 规划这件事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就拿我们中国体坛来举例吧 古爱玲、林孝俊、花华运动员林珊 都是后来改的国籍 成为中国规划运动员 所以规划这件事本身不存在是否丢人的问题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通过合理的规则规划高水平运动员 来提升我们该项运动的实力竞争力 在国际赛场上拿到更好的成绩 不过男足的规划后的结果却是与想象不同的 李铁、李肖鹏前后两任国足主帅 要么不用规划 要么乱用规划 导致现在规划球员已经很难再为国足出场 除了血缘规划球员蒋光泰 是铁打不动的主力 其余球员要么因为伤病 要么因为家里有事 或者是长时间缺乏比赛 训练而状态不好 所以现在来看国足的规划 不说是彻底失败 但是也差不多了 在刚刚结束的最新一轮德甲比赛中 爆出了一个大冷门 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 在课场2比4输给了生班马波红 在这场比赛中 有一位亚洲国家的规划球员 上演了穿当过人 然后轰出世界波的极限操作 这位球员是菲律宾规划球员霍尔特曼 本场比赛可以说让拜仁球迷大跌眼镜 上半场就已经是1比4落后 而霍尔特曼正是为波红打进第四球的球员 作为边风他先是在边路穿当过调了鱼帕美卡诺 然后在禁区线上轰出一角世界波 现年26岁的霍尔特曼 他的母亲是菲律宾人 他拥有德国和菲律宾的双重国籍 原本他曾是德国也有20国家队的一员 但是后来菲律宾足协找到他 希望他能够代表菲律宾征战国际比赛 由于德国队人才积极 所以霍尔特曼答应了菲律宾足协的邀请 成为菲律宾的一名规划国脚 原本菲律宾与国足是在去年的40强赛中有过遭遇 不过当时霍尔特曼规划手续还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他因此错过了与国足的比赛 如果当时他在场的话 国足并不一定会赢得下来 同时霍尔特曼在德甲波红也是绝对主力 本赛季在德甲联赛出场18次 有过4例进球以及4次助攻 在本赛季对阵美英词的比赛中 霍尔特曼曾上演连过5人破门的超级好戏 同时他的这一例进球被评为2021年德甲年度最佳进球 可见这位菲律宾规划球员的水平确实很高 而且26岁的年龄正值当打之年 与国足的规划球员现在的状态相比 确实高出一个档次 看看人家的规划 再看看我们自己的 别提有多心酸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